最近很多人偷骂企业没有良心 不过我们今天要介绍美国一名富豪 他是知名登山用品品牌North Face 还有修行时尚品牌Espri的创办人 但是他在从商致富之后 却出售公司投身在环境保育 他在智利跟阿根廷的巴塔哥尼亚高原 先后购买捐赠了200万英亩的土地 设立国家公园 而且就在他跟太太的协助之下 部分曾经过度放牧的地区 又恢复了以往的生机勃勃 小飞机搭载着记者飞上青天 从空中鸟看着巴塔哥尼亚高原 这种机会没有在世界各地 它是巨大的 被称为世界边缘的巴塔哥尼亚高原 有峡湾冰河 有草原沙漠 当然还有丰富的原生树种以及物种 达尔文曾在19世纪中到这儿寻找欧洲 决击的稀有物种 但是一百多年之后 巴塔哥尼亚高原上许许多多的物种 数量也逐年锐减 甚至濒临决击 其中的原因就是过度的放牧 这位汤普金斯先生为了抢救他从年轻时就热爱的土地 便和老婆一块砸钱购买过度放牧的草原 汤普金斯夫妇买了地不是新建度假村 而是将地捐给智利政府纳入国家公园内 这对夫妻年轻时都很会赚钱 老公创办了登山用品品牌North Face 与休闲时尚品牌Osprey 老婆则是另一家知名户外用品品牌Patagonia的前任执行长 只是钱占够了 一个卖掉公司 一个辞职 双双投入环境保育的行列 汤普金斯夫妇一共捐了200万英亩的土地 给智利与阿根廷政府成立国家公园 而牧场的栅栏不见了 野草再度重新生长 食物充沛 被迫迁徙的原生物种 像是安地斯山脉的绿色羊驼 还有兔鼠 数量都在不断的增加中 他们在这儿不用担心被猎杀 需要警戒的敌人 就是食物链中寄予他们的老鹰以及美洲狮 而汤普金斯夫妇早就把智利当成第二个家 只是并非所有当地人都认同他们的做法 毕竟放牧是高原传统的经济模式 一开始时还有智利人怀疑他们 是想在这里建造核废料掩埋场 或是成立一个全新的犹太国家 对于这些质疑或是批评 他们努力融入当地生活 并且坚信成立国家公园 是巴塔哥尼亚高原 永续发展的最佳办法 是否我们能够使用每个小区碗的这个地区 在危险的最佳的产品 只要确定我们人们 能够饮得最多我们想要 TVBS 5月